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行业报告指出, 记忆体市场已进入超级牛市阶段,当前行情甚至超越2018年历史高点。 在AI与伺服器容量需求持续激增带动下,供应商溢价能力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准。 Counterpoint预计2025年第四季,记忆体价格飙涨40%至50%, 2026年第一季涨40%至50%,第二季再涨约20%。 报告显示,64G Eridium记忆体的价格已从2025年第三季的255美元大幅上涨至第四季的450美元, 并预估在2026年3月进一步攀升至700美元。 Counterpoint指出,今年内若记忆体价格涨到1000美元也不意外, 这个价格几乎是2018年高点的两倍。 记忆体价格持续上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硬体制造商的BOM物料清单。 就智慧手机而言, 2025年记忆体在iPhone时期Pro Max的BOM中比重已超过10%, 大于2020年iPhone 12 Pro Max的约8%, 搭载16G-24GLPDDR5X记忆体及512G-1TUFS4.0储存空间的旗舰机型。 在当前价格上涨背景下, 记忆体成本可能占BOM的20%,甚至更高。 随着三星、SK海力士等一线厂商, 以及常新存储、CXMT等中国厂商将产能转向高利润伺服器、 DDR5G一体生产。 LPDDR4和EMMC等老一代技术产品的供应正在快速收缩。 供需格局深度失衡,是本轮记忆体价格大涨的核心动因。 Counterpoint在报告中分析, 尽管2026年全球DRAM产量预计增长24%, 重量级厂商也在持续扩大资本开支, 但产能投放节奏仍难以匹配需求增速。 另外,在日前的CES2026展会上, 手机晶片大厂高通执行长Christiano Amon证实, 高通正与韩国晶圆代工厂三星电子进行深入洽谈, 计划将其下一代处理器较由三星2奈米制程来代工。 这不仅意味着高通重新回归多个晶圆代工供应商来源, 更意味着三星晶圆代工业务在经历多年技术困境与客户流失后, 重新获得了挑战台积电领导地位的机会。 根据Christiano Amon的说法, 高通已经展开与三星关于采用最新2奈米制程进行代工的讨论。 同时,高通已经完成了相关晶片的设计工作, 并计划在短期内达成商业化推广。 虽然高通官方尚未正式确认与三星合作的晶片的具体型号, 但市场推测,这款备受瞩目的晶片极有可能是高通旗舰行动处理器小幅升级版, 也就是Snapdragon 8S Elite Gen 5。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随着这款处理器的投产, 意味着高通与三星在尖端制程旗舰晶片上的再度携手。 回顾过去数年, 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发展得非常不顺。 不仅曾面临严重的技术延迟与生产良率问题, 直接影响了高通早前的Snapdragon 8 Gen一处理器。 由于台积电在良率及先进电晶体技术上, 展现出显著的领先优势, 促使包括高通、Google在内的许多大客户纷纷转向台积电, 导致三星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市场的份额持续下滑。 然而,随着近期, 三星在尖端制程技术和市场上取得一系列突破, 成为吸引高通回归的主因。 首先, 三星第二代2奈米制程SF2P为产品效能与功耗提供了更加的解决方案。 其次, 三星自家的Exynos 2600行动处理器顺利推出, 向外界展示了三星尖端制程的稳定性。 第三, 2025年7月, 三星还成功获得了来自特斯拉价值165亿美元的AI晶片代工订单。 这一切显著提升了市场对三星先进制程节点的信心。 三星共同执行长Jung Yangian对此表示, 这些合约是晶圆代工业务部门达成大飞跃的重要电脚石。 三星如果能成功拿到高通的2奈米订单, 将极大的缓解其过去阴凉率问题而受损的声誉。 尽管台积电目前仍凭借先进技术主导市场, 但三星凭借着SF2P基础的突破与特斯拉等大客户的支持, 正展现出复苏的姿态。 因此, 高通与三星在2奈米领域的合作, 无疑为2026年的半导体产业开了一个充满竞争与变数的心头。 对于高通而言, 这是在多元化发展策略下的重要供应链布局。 而对于三星而言, 这是一次向全球证明其顶尖代工实力的绝佳机会。 除了备受瞩目的2奈米行动晶片之外, 高通在CES2026上也展示了其多元化的转型战略。 为了降低对智慧型手机市场的过度依赖, 高通正积极进军个人电脑与机器人领域。 包括最新的入门级PC处理器Snapdragon XR Plus, 希望在PC市场抢占更多份额。 此外, 高通还启动了一项针对类人型机器人Humanoid Robots的发展计划, 将其领先的运算技术应用于尖端机器人领域。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三星最新的2奈米制程Exynos 2600行动处理器预计将由Galaxy S26系列首发搭载。 但是, 近期有网友曝光了三星即将推出的下一代旗舰行动处理器Exynos 2700的更多细节。 根据爆料显示, 三星计划于2027年推出的Exynos 2700行动处理器的代号为 Ulysses预计将采用三星第二代2奈米GAA工艺SF2P量产。 据介绍, SF2P制程相比上一代SF2效能提升了12%, 功耗降低了25%。 在CPU核心方面, Exynos 2700晶片预计将采用ARM最新的CR Ultra和CR Pro核心, 其中包括一个3.90GCE Ultra核心, 也有消息称主品为4.2G, 三个3.25GCE Pro核心, 六个2.75GCE Pro核心。 得益于CR系列内核的加持, Exynos 2700晶片预计将实现约35%的IPC效能提升。 在GPU方面, Exynos 2700还将集成三星Slaves 960GPU时钟频率未公开, 支援光线追踪。 在端侧AI加速方面, Exynos 2700还配备32KMAC神经处理单元NPU的AI引擎。 在记忆体和接口支援方面, Exynos 2700将支援LPDDR6和UFS 5.0可以带来的更快资料传输速率, 预计可带来30%至40%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 LPDDR6支援最高14.4Gbps的频宽。 在效能提升的同时, Exynos 2700在散热上还做了全新的升级, 预计将采用FOWLPSBS并排风疮技术。 该技术为DRAM和AP采用统一的热通路块同机散热片, 实现高效的散热过程, 尤其是HPB覆盖整个AP。 这与当前Exynos 2600晶片只有部分AP直接接触散热片不同。 总体来看, Exynos 2700的整体效能表现方面, 如果采用的是主频为4.20G的CE Ultra内核, 预计其单核Geekbench 6得分将达到4800, 多核得分为15000。 相较Exynos 2600将分别提升约40%和30%。 可以预期, 未来随着Exynos 2700更多爆料的出现, 未来手机高级晶片又多了一个新玩家。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